整人我一定会去做的 你今天希望大家劝修你的父母跟朋友 不要反对你 对 你长得这么好看呢 你还买什么身 打不失意 我哪好看呢 我一点都不好看 你哪也不好看呢 你啥都不好看呢 不然如果说我好看 那我今天会做到这里吗 那么我的学习会 它会断掉吗 然后我会没有 女朋友我会没有感觉 你买身和 和这种完全不能进去 现在滑落都不允许 那个能不能做是我的事 结果叫滑落都不允许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 自己需要整容的 在高中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 为什么一直考大学没有考上 我和大家一样 可能考大学就像童话一样 我也特别向往 如果说我进入大学 哪怕是考了一所好大学 那么我也会不开心 甚至我也不知道今后 会做出什么样事情出来 所以说我也不能去上 所以说我就在高中里面 去反复地去复读 就这样子 所以你又期待大学的生活 可是又担心 大学里的那些丰富多彩 跟你没有关系 你就在高中一直游荡 对对 如果你考上大学 能够拿到奖学金 你想要干嘛 我会去整容 可能我因为整容 可能假如说我成功了 它就从某个疫情来说 它就挽回了我的心 相当于重生一样 所以说它对我来说 对意特别的重大 你说你的学习跟你的容貌有关 我不理解 为什么学习跟容貌有关系 那是不是对我来说 学习 大家只要通过努力都可以得到的 可是容貌不是 对 好 这是你学业方面的困扰 还有呢 比如说感情 感情我也是因为这有什么问题 我没有感想任何一个比较欣赏 或者说喜欢的女孩子 比如那个表白的这种爱慕之情 那我想问你高考落榜了之后 有没有尝试地去社会上开始工作 当时没有 当时复习的时候 之所以有种反复的复习 我就天真的会以为说 我最后考上一所好的大学 然后就会拿到一笔讲学筋之类的 我就去整容 那你平常的生活靠什么来维系 当时也是主要靠父母 父母给 对 可是我听你妈妈说 你父亲瘫痪在床 生在农村的袁国华 没上过大学 至今也没有一份工作 经济来源 还要靠家里微薄的收入来接济 父亲重病 也不管不顾 一心只想着整容 难道 已经成年的她 不懂得为家人们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吗 就是我当时的认为 更在这种 这种什么什么 习师走 这种状态当中 还不如尽快地去 快刀转了吗 然后马上去做整容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 我就从学校里面 依然地出来了 然后就去为整容 筹钱挣钱 你并不是为父亲瘫痪 在床去给她筹集一些做手术的钱 而是还在想着为自己整容 去筹钱对吗 这也不能这么说 当时也有为父亲考虑 当然我首先我要把我自己 我自己有能力 把自己负责了吗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现在长成这样 没有办法去工作 对 必须先有一笔钱 把自己容貌改变 对 因为我没有办法 对我自己负责 我就没有能力去 对我爱或爱我的人去 好 我听说你还借高丽带 有这回事吗 对 虽然说这个 更是那个不靠谱的 但是我也会去争取 所以你觉得 你从高中 意识到自己长得不够帅 你就开始觉得 整个社会都在歧视你 这是你亲生念头的来由吗 对 差不多吧 我特别想问你 为什么每次亲生之前 你都会给你的朋友 发一个短信 因为每一个人在 特别是之前要自杀的时候 他都会有求生的欲望 我也会有 我觉得发短信 只能说 哪怕是我也想 获得他们的帮助 哪怕是微热 不是真的想要放弃生命 对 因为说真的我也怕死 每个人都怕死 但是我更怕生不如死 所以说 我对那个整容这个事情 我基本上是不会放弃的 你现在认为 你生不如死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的容貌 对 我听说你有一句 很厉害的做人的标准 叫做 如果不能漂亮地活 就要骄傲地死 对 你认为的骄傲地死 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觉得 假如说 我自己不能活下去 我不能对别人负责 那么我也不能拖累 周围的所有人 我宁愿去死去 所以说 我就这是想的